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今天要说的唐人街探案则从第一部的8.2亿 一下涨到了第二部的33.98亿 实现了超四倍的爆炸式增长 凭现而论唐人街探案2的整体质量 其实并没有比首部曲提升太多 但为什么票房却涨了整整25亿呢 类型片和明星制是好莱坞对商业大片领域最为重要的两大贡献 回顾过往气质严肃的华语推理片 有着非常明显的票房天花板 黄博 徐静雷 段一红领前的记忆大师 最终票房2.93亿 苏又鹏指导王凯 张鲁英领前的嫌疑人X的健身 报收4.02亿 李一峰版心理罪3.04亿 邓超版心理罪之城市之光2.24亿 通过上述案例证明 这一类型的受众仅限于资深推理 以及对悬疑推理感兴趣 自为活跃的影迷群体 因此 陈思诚的唐仁街探2 并不属于推理片的范畴 而应该属于贺岁喜剧推理片 所谓贺岁喜剧推理片 不是在贺岁喜剧里见风查证地 加入推理元素 而是用喜剧的外壳 包裹一整套推理体系 长相秀气的刘浩然 动用兰花纸勾引圆滑 她的反穿造型简直比女人还要妖艳 演技系来法尔十足的美国龙套 都是这种理念的体现 悄悄过去留下小名 呀 心底 呀 心底 不能告诉你 通过表演来让大家开心 是一份神圣的事业 这个世界悲伤的事情太多 人类需要有娱乐精神的创新者 的确 无论从剧情配乐表演剪辑 这次天才少年刘浩然 和猥琐表救王宝强 都放下大明星的身段 无所不用其极的娱乐大众 而在案件设计上 续集连环杀人案的格局 比密室凶杀更大 从而给了刘浩然 王宝强 肖阳 更宽广的舞台来表演 毫无疑问 这次唐探2的戏剧元素 完全弥补了国产推理片的 先天受众不足 拓宽了观影范围 为今后的华语推理内心片 指出了一条新出路 纽约号称是宇宙中心 它是一个全世界很关注的一个大都会 我们只是在想把怎样的一个故事 放在你的这个城市里 这个城市本身的质感是高于漫步的 所以我们的故事首先从美术层面 从取景地的层面就会比地更丰富 那我们这次有几个地方是大家能看到的 比如说时代广场 中央车站 麦迪逊大道 布鲁克林大桥肯定有 还有纽约势力图书馆 但大家会看到这些东西 在我们的故事表现当中它不生命 这些东西贵 太贵了 那天早上在时代广场 我们派定跑马车去 刚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说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因为十几年 时代广场没有跑过马车了 感觉像是北京的西单 我没让他想象说 在西单大街王府井警车封路 我没想到说 我们能在美国在纽约 能这么肆无忌惮地拍戏 大家所有看到的马车镜头 是我们在一天内两三个小时里拍下的 这实际是一个挺不利的一个事 拍摄它的镜头难度也很大 我说我们就一定要去争取 这次美国的团队还是非常配合我 最后让我们跑了 蓝海笑点 中美文化差异 四年前的暑期档 由筷子兄弟领衔的老男孩之猛龙过江 在内地拿下两亿人民币的票房 虽然没能在影迷圈掀起什么波澜 但有心人陈思成 显然深入研究过这部电影的核心卖点 中美文化差异 还请来了筷子兄弟之一的肖杨前来演《长探2》的男三号 不得不说普通中国人对接壤的十四国禁林不是很了解 但对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去了解很多 没办法 好莱坞的电影大片美剧影响力太大 陈思成无疑从老男孩之猛龙过江中得到了启示 完全可以让自家的耍宝侦探 反而转大纽约城 闯入好莱坞的影像世界 天然的中美文化差异 就能产生巨大的笑点 于是唐塔尔的舞台 从首部的第三世界泰国曼谷 来到了美国最大的城市 大苹果城纽约 不得不说唐塔尔有着浓重的纽约旅游风光片的味道 一堆旅游圣地 你方唱吧 我登场 纽约市立图书馆 中央车站 马哈顿街道 纽约唐人街 布鲁克林大桥 刘浩然 王宝强 肖央组成的侦探三人组 在麦迪逊大道裸奔 直接盖上报纸 睡在大厅果城的马路上 在纽约超市门前吃泡面 在世代广场跑马的气氛 更是嗨爆全场 而在影天最精华的大结局推理一份 刘浩然化身上帝视角 在脑中玩转纽约城的摩天大楼时 中国影院一片哇的叫声 叫声暗藏着一种 迷之民族自豪 中文字幕提供 Cut 多为满足融入烧脑国学推理 一位产品经理导师曾说过 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产品最好满 要么让人满足 要么让人脱离恐惧 显然陈思成这次学到了 徐征炯系列的薪水 那就是尽一切可能 给各类层次的观众带来满足感 在春节档这个全年观影人群 最为纷繁复杂的特殊档期 陈思成充分考虑了 三类主流观众的需求 第一类观众注重生理上的满足感 这部分人群平时观影数量不多 但数量却最为众多 也就是电影片商最爱的吃瓜群众 在春节期间被亲朋好友拉到影院 是典型的被动式观影人群 他们的观影心态 就是抱着看场热闹的喝碎喜剧 图个乐子 只要够搞笑足够放松 智商没有被侮辱 看啥天都成 负责这部分人的卡丝 就是王宝强 不得不说 王宝强身上那种一秒入戏的演技 和强烈的屌丝带入感 在当今华语电影圈 无一无二 单凭他这一口河北口音的广东普通话 就已经足够喜感 更何况陈思成还让这位油腻半愁屌丝男 在大闹高大上的纽约大苹果城 最后还上下棋手 轻易地抱上了美国华人锦花刘承宇 能够很好地满足男性影迷心中 某些不可言喻的恶趣味 第二类观众 注重精神上的满足感 这部分观众应该算是影迷群之男 大概只有第一类观众的十分之一 刘浩然身上天然呆和众人揭碎 我独行的戏事 就是主打这部分人情 而在最为烧脑的退离过程中 陈思成非常有创意地融入了风水和国学 这两种中国老祖宗留下的独有文化遗产 实在很聪明 这种在烧脑退离中 融入国学和哲学的策略 真的很适合春节党主流观众的趣味 何许成亦在《桌妖级2》中 主题不清其度的因因保守 竭然相反 陈思成这次在《唐人皆看2》中 真正做到严治有物 在娱乐大众平时 完成了自己的个人表达 大家一提推理侦探的这种IP的人物 那都是海外的一些异物形象 我觉得中国需要我们自己的IP 我一直想把唐探做成一个IP 还不只是秦峰和唐人这两个人 就像漫威一样 它会形成一个所谓的漫威宇宙 我希望在《2》里面能把这个体系 初剧规模地建立起来 第三类观众 最难取悦 也是必须要面对的受众 资深推理 这类观众通常熟读 阿婆 柯南道尔 日式侦探小说 对推理影视剧作品极其挑剔 虽然这部分高端影迷 占总人数很少 但陈自诚依旧在唐探2给他们照顾 埋入了不少有趣的观影趣味 因为这才是最高级的观影趣味 从秦峰一走进纽约名侦探大赛的现场 实际上就是带领观众见证唐探宇宙的诞生过程 形形色色的侦探于过而入 双胞胎侦探是在致行丁丁力剪计 那个带着管家的傲娇小女孩很明显 来源于日本侦探小说 推理要在晚餐后 而片中女侦探Kiko的造型 总觉得有点小丑女的感觉 而关于推理犯罪的专有名词 更是不断途刘浩然的组成标注 这些杀手思维缜密 现场没有任何多余的痕迹 绝不会是随机杀人 只不过我们还没有找到你再联系 只有找到了才能确定他下一个目标 甚至是行修地点 我们想不出 那些美国老爷想不出吧 不 除非他们用 都说美国特产连环三日饭 他们是不是想得很像啊 一般来说 连环三日饭都符合麦当劳三要素 可能还把手条 连学都饿了 是尿床 作火 捏杀动物 最后陈思成还留下了一个终极彩蛋 到底谁才是Kiko 这个始终没有真正揭开谜底的神秘角色 实在让影迷很难猜透 现在有四种可能性 Kiko就是萧央扮演的宋义 也有可能是她的妹妹宋倩 倩的首字母是Kiko 女小丑扮演的Kiko也可能是Kiko 所谓黑客 她查处Kiko的IP并不在加拿大 或许是贼喊捉贼呢 脑洞再大开一点 刘浩然扮演的秦峰 她角色首字母也是Kiko 片中她的女装太谣言 Kiko在纸牌中代表的是Queen 而她身上的气质 颇有一种黑花的可能性 相信这个Kiko的角色 不会就此告终 很有可能会以中级BOSS的形式 出现在后续的唐海宙子 对你的追手太不了解 Moda Hiroichiさんはちょっと小さな男人 監督にはもっと自信たっぷり やってくれっていつも言われていました 秦峰とそうや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 就是秦峰のことをライバルとした思考 8倍76倍 停 停 抓到了 首先性格更外 发生 唐人和秦峰的默契度更高 我挺开玩笑 所以感觉两人是现在说相声 这样开始打起配合来了 你居然派敌啊 全都男 全世界 韩明第一的叫Q 我是大神Q 我Q你妹呀 我是唐人 大名鼎鼎的唐人 第一次男 唐人 明天一起夜闹夜闹 一部好电影能让满满一戏远的观众 身在一个密闭的黑暗空间里 共同随着影片的节奏呼吸 你能感同身受到身边陌生人的喜怒哀乐 这种极致带入感的美妙观影体验 在唐人街探案2时 观众真心体会到了 在拿到33.98亿内地影史票房第三高纪录后 陈思成对外宣布 唐人街探案的第三部东京片 定当2020年1月25日 继续主打春节当 之所以选择将故事放在东京 因为日本是全球文明的推理大国 有许多知名的推理大家 第三部将是一个推理为主的案情 非常烧脑 即使除了王宝强 刘浩然这对铁打组合 一二部中的张子峰和欺负木聪 也将重磅回归 毋庸置疑 今此一役 陈思成的唐人街探案 是继无尽的战狼之后 能真正与好莱坞最顶尖的大片 比较高下的超级IP 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探案 也跟你们一一去征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谁又这么老酒精和将军 就和真本人多言 今晚走不久才打盘人街 将上各把将里入云和月 眼泪又绕了吹烟流的蓝眼 看下见谁又摸蓝眼 即使生起了明月 有语言 没宣言 负责要到这些九年尊严 一瞬间 几千年 旁边喝两碗就要不思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